APAC非正式领袖对话 台湾领袖代表林信义和美国总统拜登短暂会晤 代表团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拜登和林信义握手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就在旁边 台湾APAC代表团表示 林信义感谢拜登任内促进美台关系 并且邀请拜登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台湾 APAC非正式领袖对话的座位是按照字母顺序安排 林信义坐在新加坡和泰国之间 活动开始前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逐一向各经济体代表致意 林信义跟拜登中间隔着泰国总理被东单 但拜登迟到所以在会前没机会和拜登寒暄 今天拜登跟尹熙岳以及日本首相石破茂 举行石破茂上任后首次的每日韩三方峰会 拜登希望这个在他任内开始的对话机制 不会因为执政党更替而有所改变 也宣布成立秘书处负责协调和执行三国共同承诺 美日韩联合声明提到三方认为台海和平稳定 是印太地区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三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都没有改变 敦促和平解决台海议题 拜登除了参与美日韩三方对话 还有美韩美日的双边会谈 有机会跟石破茂首次的一对一短暂对话 另外尹熙岳在中韩双边会谈表示 两国应该合作应对北韩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以维护和平 习近平则是提到两国应该维持友好的牧林关系 TVB的新闻黄松普林佳辉秘鲁立马采访报道